嗨,兄弟们,成功抵达七七哈尔啊,看这个电子显示屏,手机里看不清楚啊,没关系,我们已经到达七七哈尔了,走吧 我会建筑像这个七七哈尔,这个火车站一样的火车站,它这个站名竟然没有放在正中间 你应该放这是不是,放旁边的 我们看这个建筑工人在给这个楼喷漆啊,看一层一层的喷 哇,头位住着这个厨房,改成了这大厨房,太有创意了,看这厨房改装,改装了 哇,摘个小电扇,和这环境 哦,除了我住这个小区,地面就是哈尔滨银行啊 兄弟们,路过去哈尔解放门啊 嘿,兄弟们,咱们来到了十二钟拉面,这也是当地司机推荐,咱们进去看看好不好吃啊 很不幸啊,兄弟们 咱们来的时候,这好像已经关门了 这都没人了 哇,兄弟们,咱们来到这个十二钟了 它这个一楼没开呢,二楼开了 接了一个十八块钱的大碗牛肉面 来了一个这个白蛋,八块钱啊 开动 我们看看这个面天哦,哇塞 你看,已经筋道了 来一口,来一口肠 嗯,这个筋道了,筋道 这个白蛋必须就这样,你这样倒人 哇塞 这么吃的最好吃 嗯,这么吃才最好吃的 嗯,这么吃才最好吃的 嗯,好吃 嗯,再吃完了一点别受 哇,但不得不说,七七哈尔这么大街真挺脏的 随处可真都是垃圾 啊,咱们到了七七哈尔的万达影床了 就MX,有人去看看MX 兄弟们啊,咱们从住的小旅馆出来了啊 然后,咱们现在去吃什么森西烤肉 说得七七哈尔不出名,咱们去看看 哇,咱们现在已经到达森西烤肉了 哇,我们进去看一看什么样吧 哇,这环境很不错 有一股大自然的感觉 嗯,这就是我的位置,找靠边的位置 嗯,这也是小料台啊 料还挺全的 好了,兄弟们,咱们这个水果啊,加料已经拿起了 这个 那 所有的肉啊 都已经上齐了,还有这个菜 行,开吃了呢就 哇,这个油是润盘子的,我们润一下 现在这个锅也让我们润的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烤肉了 先烤一下这个吧 哇 哇 哇 我觉得烤糊了,兄弟们 蘸一下这个 日式料 再蘸一下这个干料 哇,看着不错 嗯,还行啊 味道还可以 好了,我现在正式开动了 就不和大家闹了啊 开动 每次我看到这个烤肉的小碱 就让我想起古代的一个 这太监工型的那个小碱子 那小碱子也是这样歪了歪去 切那小弟弟,卡,卡,卡 哎呀,好危险 好了,也吃完了,车退 好好讲,这大车呢,差点给我撞上 头一看着猛牛集团的车 这很有创意啊 来这个大江户洗个澡啊 走起 哇,这环境还真挺好啊 要不说这个风格真挺漂亮啊 哎,刚发现了 这水是五大莲池的水 嘿,小伯伯啊 咱们路过这个道德院啊 这也是挺出名的一个经验 过去,这大街是垃圾 哇,不得不说 那咱们七七十大街,真咱们脏 这边是七七二十医院啊 然后这边就是什么 卖兽医的,我去 这太直白了 直接在医院看旁边开兽医店 这有点太傻了吧 看这大街上,我去,这大街 我发现了,就是七七二这边这种口号特别多 几乎哪都有 这个是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为东北大风景 这七七二这边的红绿灯坏的很多 还希望能修一下 这还有一家藤原拓海的藤原豆腐店 哇,厉害 东北人就是牛逼啊 这还有404挠着放的酒吧 厉害 这七七二堵的呀 这就不应该修个地铁什么的吗 哇,这不是老大吗 哇,这个墙上很有特色 这挂乱七八糟,这都啥玩 啊,这个墙上全是这种铁羊啊 挺有特点 所以兄弟们 我在这又看到又红又专的口号了 高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骑士 为全面界社会主现代国家而团结奋斗 整体来说七哈尔这边这种口号特别多 大家开个玩笑 这个七哈尔这边的这个 这个车牌号全是黑币 这边的币都很黑啊 黑币一定特别喜欢七哈尔这个城市 因为这里的车都是黑币 这有一个这个标识啊 写什么 汉泥子、涂鸦街、公路商街南二县 什么后备箱集市 什么手机街 什么涂鸦街 什么正环 中环正门 中环南路 嗯 这一块是不是就属于奇奇哈尔最繁华的地段了 这边有个大商喜马特 这么个中国银行 下面还有一个这个什么艺术剧院呢 我去 这都成龙俭峰了这块 我去 我去这龙俭峰啊 这把垃圾吹的满地都是 哎 现在这个麦当劳的冰淇淋有意思啊 一套壳都可以立着 这很方便啊 哇 这个中国银行的大楼很凶位 过去这喜马特 这么早就关门了 这还不到9点 后来还想进行转转 这转不成了 这边就是这个百货大楼了 这个百货大楼几乎每个城市都有 这属于比较老的 过去就有这个百货大楼 啊 这个奇奇哈尔百货大楼 1987年成立的 现在看着这个百货大楼装修还可以 哇 第36届百大之巷 这哔哩哔哩哩想到百大UP都可以来这 来这参加咱们的百大之巷 嘿兄弟们 这就是龙沙夜市 为什么叫龙沙夜市呢 就是因为这个旁边有个龙沙公园啊 这个奇哈尔龙沙区也是以这个龙沙公园 名字命名的啊 哇 这边全都是卖各种各样好吃的 哎呦 这也 这都是卖好吃的 五块钱买了一个包米啊 又尝尝什么味道 这有一个7080美好回忆 大白梨饮料啊 来的 还有这个 大白梨 让你小哥帮我起开这大白梨啊 这有家马兰花拉面 而且这个美餐拼分挺高啊 4.7咱们进去看一下 点了一个这个拉面啊 挺便宜的 7块钱 我去人家马兰花这个拉面真实在啊 才7块钱还给加面 我去科兵的12中的好多了 然后点了一个13块钱的皮豆 嗯 开灶 我 我选的 泡也比较激烈 111 哎呀 这个肉豆我吃不了了 比软了吧 比不好吃的 就是这卫生问题需要处理一下 垃圾满地肺 我去这周边不应该 放个垃圾桶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 龙沙夜市和这个宽厚里有一笔 和西南宽厚里有一笔 街上都是垃圾 到了我最喜欢的瓜瓜热啊 挂一个啊 哇 这不是小仙女们最喜欢的花花吗 听说只要小仙女生气的送一个花花 就可以解决问题 是真的吗 各位小伙伴 从这我们就走出了这个沙龙夜市了 已经 转完了 哎 看这大街 这也不知道咱奇迹哈本地人 是如何忍受的有 这垃圾 哎呀我去 我发现一点啊 兄弟们 就感觉这个奇迹哈这边风挺大 你看看 你看这起的吹的风特别大 而且都是这种 特别 因为类似于穿堂风是这样 如果把那个屋里的门和窗户 同时开开那风的老大老大 小伙伴们 咱们今天白天来这个龙沙公园转一转呦 现在我们就走在这个龙沙公园的那个中间这条道里面 哎呦哈 这是个啥啊 这是个线路塔这么大呢 啊 这个龙沙公园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湖啊 哇 挺漂亮啊 这个阁楼叫城江阁 咱们看看啥样 大家好 里面啥都没有 黑龙江徒乎管旧址 也是过去的藏书楼 一级保护建筑啊 写个万镜阁 看来挺雄伟的 哇 咱们这还有跳新疆舞的 呃 游戏啊 大肉串的 还有北极冰棍啊 特产来一个 这个7号的北极冰棍 就类似于哈尔滨的马迪尔 来这币区 这就是所谓的旺江楼啊 我们现在上去看看吧 哇 这上面有毛主习其词 江山如此多交 这就是所谓的旺江楼啊 是旺江楼的底部 我们看看底部 这地方挺好玩 可以在这吃会儿 不是很 吃凉会儿 现在就登上旺江楼啊 学生们我们已经到达旺江楼的楼顶了 说是能看到所谓的嫩江啊 但是因为树太多了 根本看不到 而且这谁也太不文明了 还写个 方鱼不封开 我去 跟远走了 爱上了水 哇操分手了 哈哈哈 太扯淡了这个 行了兄弟们 这个旺江楼就看完了 我们现在就下手 哎 只不过远处这个塔挺好看啊 哦 这个就是所谓的 公安地庙 这上面还有一个对点 上点是 想当年 匹马单刀 林林 威风 超万古 道金石 浮摩护国 洋洋好气 震千秋 这你妈也没有横批一叶 哦 横批就是所谓官地庙 哦 兄弟们 这官地庙也进不去啊 不进了 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家文明 民主 和谐自由平等 哦 公安地庙旁边还有一个三清殿 三清殿前面有个 这个是大香炉啊 哦 这是道教的三清殿 道观三财 崇始崇中万物 德崇太极至高至大三清 诶 有小伙伴 有小伙伴知道这所谓的三清是谁吗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宏伟的建筑是天远阁 我们一起上去看看吧 哦 这天远阁好几层呢 一层一层上 开爬旋转楼梯 诶 兄弟们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天远阁的 阁顶 这个天远阁比那旺江楼 看的景色要远一些 但好像还是看不见那间 哦 这已经也能看见什么观地庙 三清殿啥的 好了 这风太大 我这手机都快被 缺掉了 咱们下去吧 没什么好看的 有小伙伴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七七号的这个夏天的风这么大 夏天的风 为什么这么这么的大 我都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好了 小伙伴们 这个龙刷公园就在大家转到这里啊 这就是四号出口啊 我们就出来了 诶 这个湖滨饭店 看着不错 还升国旗呢 奇迹哈尔这什么路灯呢 我们真配 这门红灯 人已经闹眼了 他妈红的 就不能修一下这个 去 我去 你看那药店门口是垃圾 我去 太多 这七七号这个垃圾 大街上随地扔就很常见 嘿兄弟们啊 这明天就离开七七号了 这七七号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大街上特别的脏啊 很多地方都是垃圾 这个希望改善一下 也确实是残不忍睹 行 每天就走了啊